经常有一些年轻的女士正常月经过后,隔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又有少量阴道流血,她们担心是否出现了妇科疾病,心里往往很紧张,尤其期待妊娠的女性就更加忧心忡忡,认为这种异常的阴道流血会导致不孕不遇的发生。 这种月经中期出血,可能是排卵期出血,排卵期出血是指女性在月经中期,其排卵期,因到出现点滴出血或少量出血,是月经中期出血的最常见类型,属于排卵型功能是调性子宫出血,就28天的月经周期而言,排卵期出血通常发生在月经的第14到16天, 随个体月经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1.排卵期出血用不用治疗 排卵期出血用不用治疗,要看情况 排卵期出血的原因主要是激素水平在排卵期出现波动,次激素有所下降 对于子宫内膜起不到支撑的作用,就会出现少量内膜突入,引发少量的阴道出血 排卵期出血一般是偶尔发生,可以观察,不予处理 对有持续的排卵期出血的女性,就需要治疗 排卵期出血是常见的女性疾病,有的情况需要治疗,有的情况不需要 具体如下,亦如果只是偶尔一到二次的排卵期出血 出血量明显的少,一般会持续一到二天 是不需要治疗的,也不会影响受孕,更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二,如果频繁出现排卵期出血,出血量比较多就需要治疗 可能是黄体功能短,次激素水平滴等等造成的 通常可以给予小剂量的次激素来治疗 必要的时候服用止血药物去治疗,可以根据情况酌情治疗 二,排卵期频繁出血五大治疗方法 排卵期频繁出血治疗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可以通过西药来治疗,也可以通过中药治疗 此外,还可以通过食疗治疗,效果也是不错的 另外,在日常的生活中,还要多加地注意身体的保健 调整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应用西药物止血 目前很多人治疗排卵期出血,都是采用药物治疗 现在止血的药物,有两种本甲酸磁二醇,黄体酮 它们都有止血的效果 其一是快速帮助女性的子宫内膜干净地排出 其二是帮助女性恢复子宫内膜健康 同时,这类的止血药物,还有云南白药和止血敏等 这些药物都可以帮助排卵期出血,起到好的疗效 二,中医中药治疗 有的人在治疗排卵期出血时,先考虑中医治疗 选用六味地黄丸类的药物进行治疗排卵期出血 但大家在治疗的同时也要注意 在购买药物前,要先向专业人士自学 不能自己私自用药 由于调节内分泌的药物的作用有很多区别 一旦服用不当,会引起月经不调 三,食疗方治疗 除了采取中医和西医治疗以外 也可以采取食疗的方法来缓解 排卵期出血,吃什么食物,有治疗效果呢 芹菜金针汤,芹菜藕片汤,山药枸杞粥山药 生理粥和当归羊肉汤都是可以有效的治疗排卵期出血的食谱 四,注意身体保健 在发生排卵期出血后,除了药物治疗以外 还要注意作息贵略 在生活中要加强身体的营养补充 多吃含有丰富蛋白之类的食物 避免做剧烈的运动 不可做过重的体力劳动 每天要保障充足的睡眠 心胎要乐观 避免出现不良的情绪压抑 三,出现飞跃经期的阴道出血 原因非常多 易怀孕相关问题 先兆流产 宫外孕都可能引起一场阴道出血 这是妇产科医生要首先排除的 所以医生让你去饮尿 急尿妊妊身试验 千万别觉得奇怪哦 二,宫颈疾病 如宫颈膝细肉 宫颈病变等 出血多发生在同房后 或者妇科检查后 而且颜色一般为鲜红 宫颈TCT和AVV检查 可进行宫颈病变早期筛查 每年的妇科体检非常重要 三,子宫内膜疾病 子宫内膜膝细肉 子宫内膜炎 子宫内膜癌 粘膜下肌瘤等 一般表现为月经淋漓不静 月经经济出血 妇科B超精彩可协助诊断 只有排除了医生这些问题 医生才会考虑内分泌问题 引起的出血 比如排卵期出血 四,排卵期频繁出血治疗偏方 排卵期频繁出血治疗有偏方 可以通过偏方进行调理 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 来选取相对应的治疗手段 在内分泌与止血方面 都有非常不错效果 日常也应该多了解排卵期出血注意事项 及时地加强营养 保持良好睡眠 偏方以二地汤加减 药方 胜利三十克地骨皮 十克悬山 女真子 汗莲草 图丝子 治黄金 怀米个十五克 脉冬 白勺 山珠玉克九克 用法 水煎服 每日一击 于月经第五天开始服药 蝶服十五击 治疗三个月经周期 唯一个疗程 有滋阴 清热的功能 偏方二 加减单支 逍遥散 药方 柴虎 川丘 生地 白勺个十克 胶之子 芡草炭 枸杞 枸杞 各九克 淮米炭 汗莲草 各十五克 桑叶 图丝丝丝 各十克 用法 水煎服 每日一击 于月经第五天开始服药 蝶服十五击 黄体七级月经 其停药 治疗三个月经周期 唯一个疗程 偏方三 温善活血糖 俗成 鲜毛 鲜灵皮 八级肉 紫十英 属地 淮山药 当归 红花 泽兰 各十克 图丝子十五克 山鱼肉十八克 一亩草十五克 用法 水煎服 每日一计 从玉经周期第九天开始服药 连服八天 连续三个周期 为一个疗程 本方有温神 活血 化玉功用 当然 对人而言 正常生理情况下 不会出现排卵器出血 但并非罕见 很多女性朋友都可能遇到 如果只是偶尔出现排卵器出血 不必太过在意 更不必忧心焦虑 但是 如果这种情况反复出现 连续几个月都是这样 就应该到医院就诊 经常有一些年轻的女士 正常月经过后 隔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又有少量阴道流血 她们担心是否出现了妇科疾病 心里往往很紧张 尤其期待认身的女性 就更加忧心忡忡 认为这种异常的阴道流血 会导致不孕不遇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